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宝贝不哭啊 马上要过节了 爸爸呢 特别忙 下次一定会带你去的 下次 又是下次 我再也不相信他了 那妈妈带你去怎么样啊 不要 我就想跟爸爸去动员 为什么呀 因为只有爸爸会让我坐在肩上背场紧录 那咱们换个节目吧 苹果妈妈又推出了新品蛋糕 要不要一起去试吃 苹果桃 别噎着 小苹果真有个好妈妈 成天能吃到蛋糕 previously ~? 姻母自己去忙 引斗妈妈也很好啊 gloom 对不起 没注意 不管怎么说 云朵妈妈很努力 可是蓝天爸爸就太差劲了 明明远好一起去动物园的 却说话不算话 突然就出差了 成天就知道工作连我都不要了 你还经常能见到他 盖子足了 我爸妈总是把我扔给毛叔 根本不管我 可怜的毛绕绕 原来你爸爸也不要你了 谁说的 他们只是忙 明天就坐大飞机来陪我过节 抱飞机 蓝天爸爸就是开飞机的 没错 蓝天爸爸是民航机长 最近快过节了 大家都想赶回家和亲人团聚 所以增加了很多航班 他今天又出差了 说不定蓝天爸爸就是去见毛绕绕的爸爸妈妈了 有可能啊 而且蓝天爸爸的飞机上还坐着许多人 他们都是别人的爸爸 妈妈 孩子 兄弟姐妹 马上就能见到爸爸了 真开心 好久没回去 不知大伙都变成什么样了 咱们外孙一定长高了 瞧 这是我给妈妈准备的礼物 我还要给他唱歌呢 真想快点抱抱我的小宝贝啊 原来蓝天爸爸去做这么了不起的事啊 如果为了陪我 不去工作 那些人就都回不了家了 谢谢你棉花糖 你有个好爸爸 可是 我早上还跟他吵了架 看我粉红宝贝大写伸手 我该怎么跟棉花糖道歉呢 棉花糖啊 还在生爸爸的气吗 那个 一点都不生气了 真是对不起 爸爸其实特别 我最喜欢蓝天爸爸了 可是 爸爸这次又没能陪你去动物园 没关系 我把动物园搬回来陪你了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做的是蓝天爸爸和棉花糖 棉花糖 蓝天爸爸 你是世界上最好 最了不起的爸爸 以后我也要像你一样 让更多的人幸福快乐 大声说出来 棉花糖和小苹果是幼儿园的全琴宝宝 现在颁发奖品 好漂亮啊 真好看啊 请棉花糖和小苹果选择自己喜欢的奖品吧 选哪个好呢 小苹果 你想要红色吗 我 我 棉花糖 你想要红色吗 谢谢月圆老师 小苹果 就做一次绿苹果吧 请小朋友们祝贺两位全琴宝宝 祝贺两位全琴宝宝 我不想当绿苹果 我想当红苹果 原来小苹果胆子小 不敢大声说出自己喜欢的东西 怎么办呢 我要帮助小苹果把心里的话大声说出来 这几个彩色小沙袋真好看 小苹果 你的积分可以换一个小沙袋 你要哪个颜色啊 让我一样大声说 加油 每个颜色的小沙袋最好看 让我一样大声说 加油 好漂亮的补娃娃呀 这是蓝天爸爸送给我的勇气娃娃 有了勇气娃娃 我总能选到最喜欢最好的东西 蓮花糖 你的勇气娃娃能借给我试试吗 好啊 毛叔 我要红色的小沙袋 给 小苹果 你选哪个呢 我要草 草 我要草莓口味的 连勇气娃娃也不能帮助小苹果了 这可怎么办呀 棉花糖 你没事吧 女孩就是没力气 一放就倒 皮皮皮 快向我道歉 我才不道歉呢 皮皮 你必须向棉花糖道歉 棉花糖 对不起 是我的做法 小苹果 谢谢你 你可以大声说出自己喜欢的 谢谢 我 小苹果的胆子到底是大还是小呢 这就是小苹果的性格呀 这就是小苹果的性格呀 它平时呢有点小害羞 可是关键时刻愿意帮助别人 非常有勇气 所以不用强求小苹果 要不要大声说出来 云朵妈妈说的对 我去找小苹果来家里玩 快来喝新榨的果汁 小苹果 你喜欢喝橙汁还是草莓汁呢 我喜欢喝草莓汁 小苹果真会选 这是唯一的一杯草莓汁 我大声说出来了 没有那么难 谢谢你棉花糖 小苹果真棒呀